大家好,我是林韋慎 就好一陣子以前 我做过一集 就是有关爵士乐学习的 那我们是讨论到 财谱 那 这一集其实我印象中 好像有引起 一些人的回想 就是可能是脸书上的朋友之类的 那因为主要看我的 这些 讨论这些 影片的人我相信应该大部分 还是都是台湾人 那台湾其实 是一个小小的岛的国家 人也并不是很多 然后我们这个圈子也很少 很小 那当然有引起一些 讨论一些回想 那我相信我讲的话 很多人不同意 也很多人同意 那基本上我这个 我那个时候那个影片其实 并不是叫你 第一个 我们并不是叫你说 你要去财谱 然后也不是叫你不要去财谱 我并没有提供一个 一定要怎样的答案 我只是 那我当然 我有试着去解释说 我认为的 我认为的 所谓要财谱的人 或所谓不财谱的人 那他们是完全对立的吗 我认为不是 我现在讲的是 会谈的这群人 就是如果说你去问 一些很厉害的乐手 有些人的 学习过程他有财谱 有些人并没有 那我现在讲的 我们就是如果说是 诸徒同归的话 我们都到一个会谈 这个结果了 那我现在是讲会谈 这群人就是说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共同点 我相信有很大的共同点 就是说你 我们 不管做什么事 我们都是要达到同样的结果 会谈这不是 是一个程度的展现 是一个耳朵 有没有听到 耳朵有没有办法 很随手弹出对应的句子 和于和声的 不管是和于和声的 和于节奏的 那这种东西真的是一翻两瞪眼 他没有办法说 我今天 我们今天 每天内勤十个小时 十五个小时 或者是什么 我踩了几百手谱 这跟那个东西 没有一个相对的关系 它其实就是一个程度上的东西 那 我之前有讲过就是 诸徒同归 我们到底 得到那样的结果 到那样的境界的人 到底 到底他的那个 有什么共同点 那其实在我看来 共同点是蛮多的 就是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 可以让我们的耳朵 真的打开 慢慢的打开 然后听到那些和声 那我那一集的影片 我自己也有提供 就是我自己的 的学习过程 那我就说 我并没有财谱 我没有在财谱的 那 我个人认为 好像财谱这个东西 特别在台湾的话 我不知道 其他的国家是怎么样 那台湾 台湾这大概 二十年来 其实出国 学学四月的人也蛮多的 那 我相信很多人 可能都受到 他们的学校的老师 他的主修老师的影响蛮大的 就会 有可能 老师规定你 一个学期要采集首颇 或者是 规定你要做什么事情 我相信有一些人 就会把它当成金科玉律 那 那 会产生相应的结果 就是说 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的是不一样的 你有可能会 会否定 你有可能会排斥 那 在我看来 就是说 我们要的是这个结果 讲难听一点 就算你每天 你今天跟我说 我会谈很好的 的秘诀是 每天在家里面 睡二十小时的觉 我睡醒来就会谈得好了 那我觉得那也OK啊 你有办法证明你自己讲的 如果你今天是真的是一个蛮厉害的乐手的话 那我们要的是这个结果 诸土同归嘛 我刚刚讲的 那你 呃 那如果是一个是财谱 一个是每天睡觉 那 嗯 你不能说我每天 我以前在学校念我的什么硕士 念我什么学位的时候 我老师规定我一个学期 还是每个月都要采一首谱 要去分析它什么的 然后 你就会去说那些睡觉的人 讲话跟屁一样 不是那样 这我觉得是错的 哦 因为 因为 因为方法可能有白白种 但是我们要去的境界应该还是一样的 哦 应该还是一样的 那我自己觉得说 呃 呃 呃 就是说这个东西 不同做法的人 有不同的共同点 那我今天 呃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 之前讲那个财谱已经结束了 事实上我也觉得结束了 不过我私底下有稍微 呃 想这些问题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人好像 呃 反应有点大 我不知道 就是说 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台湾从小受的这种 教育有关系 因为台湾其实毕竟还是一个 呃 一个 一个 服从文化 尤其是在我小时候那个时候 因为你知道 台湾1986年才真的解研 之前的话 其实很多思想都是一元化的 我们其实跟极权国家不会差很多 然后 二方面就是说 呃 我们还是被儒家思想影响很深 所以其实有时候 老师占有一个很 很 很 很令人尊敬的地位 所以有可能就是 我相信很多人老师说什么 你就会觉得一定是那样 而且那是唯一的答案 那我是觉得 我在我看来 我是倾向于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没有什么老师不老师 这种东西 呃 原则上来看 其实我家里面的CD 每一个人都是 我老师 是我学习的对象 不限于 那我今天可能以前在学校跟谁上过课 我 我听到他们对某一些事情 某一个主题的看法 那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那但是也不见得他们会去否定别人啊 也不见得他们会说是怎样 他们只会说他们的想法是怎样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念硕士的时候跟两个背石手 我学校里面有两 不同的学期 我跟两个背石手学过 这两个都是真正会谈的 因为其实学校里面有很多 其实我认为不管任何国家啦 呃 学校里面还是有相对一部分 尤其是你去那种比较小的城市 有些老师真的就是比较像是老师 他不是真的可以直接上场跟人家打架 我们现在是在打 不是你 呃 我们现在找的是 真的可以上场马上打 没有那么什么排练的 没有什么套招数的 真打 直接上去打 我们要讲的是真正的player 不是那种学校的教授老师那种的 那很多可能可能他们的老师 并不是真的会打的 但是我很幸运的在我学校里面 这两个主修老师 真的都是会打的 真的是player 因为呃 第一个老师叫Tot Kuhlman 第二个老师叫Denis Erwin 那Tot Kuhlman的话是 呃 他以前是Harris Silver quantet的bass手 他是James Moody Quartet的bass手 他是Karneke Hope Jazz Band的bass手 他是John Fettis Quartet的bass手 那Denis Erwin不要讲 Joe Lavano Nonnet的bass手 Vanguard Jazz Orchestra的bass手 John Schofield好几张CD的bass手 Art Farmer的bass手 我跟这些人都是真的会打的 那比较有趣的就是他们 他们两个人其实都跟我的背景类似 因为我 呃我没有 他 Tot Kuhlman 我记得他一开始是 念 先念牙医 他是念牙医 然后后来去念古典 所以他这辈子没有真的去同学 去学校 那Denis Erwin的话 他大学念 他 我记得他只念一年 他是学树笛的 然后bass也是自己摸摸自己玩 然后后来就辍学了 然后我自己的话 我是念哲学系 所以我们其实都没有什么音乐背景 也没有真正学过 跟人家学过bass 就算有也是都是 私底下上课的那一种 那 其实他们跟我讲的 他们跟我 他们讲的东西有很多共同点 但是他们弹bass的方式 其实 他们其实弹bass的方式 呃 就是 播那个弦 让乐器产生共鸣的那个方式 其实 呃 也都不一样 那 好玩的地方来了 其实 我跟他们上课 他们从来没有要求 要 要 我一定要弹什么样 因为这不是一个 规定的东西 每个人弹都不一样 但是有没有共同点 有 你要有办法 不论乐器 你要有办法 吹出声音来 弹出声音来 有一个良好的共鸣 不然的话你 你弹出来的音跟放屁一样 或者是跟蚊子 在蚊子在飞一样 那么小声到底谁听得到 根本不能听啊 那我 我后来弹的方式跟他们两个 一点点 连一点点都不一样 我也从来没有想要学他们 他们从来也没有逼我们 要学他们 但是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这样 聪明的人学东西是学重点 你要知道那个point是什么东西 而不是去硬 看那些表面上的形式啊 招式啊是什么的 那 你去硬背那些东西 那你自己另一百遍 你搞不清楚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你有可能最后还是得不到那样的结果 那我认为财谱也是不财谱也是 那我们重点是要变成会谈嘛 OK 那 呃 今天为什么要录这一集 我其实想要 跟大家 欸 推荐就是说 呃 我觉得有 呃 就是在台湾其实 有 刚刚有点跳动 就是 我刚刚要讲 就是在台湾其实有一点 就是说 好像强调财谱的人 非常非常多 压倒性的多数 有时候会让有一些 好像不财谱的人 就是 你会觉得好像 你自己在做一些不对的事情一样 但我做这些 影片的目的 其实是要跟大家讲 其实 在美国遇到那么多 很厉害的乐手里面 其实 我认为很多人 其实不财谱 财谱的有 但是不财谱的也很多 我相信不是什么压倒性的 财谱的绝对有 那不财谱的 我觉得也相当多 绝对不是什么很少数的那一种 那今天想要 就是 跟大家 推荐一下 就是 我大概 有一个 在网路上 这个是一个很久的 以前的那个 video 那是Jim Ho 吉他大师 真的是 爵士 乐 历史上 如果你要找出 五个 最有代表性 最有地位 最有开创性 最厉害的 其他手 我觉得Jim Ho 绝对是那五个里面 其中一个 他 他有 出过一个 叫master class 就是 大师班 的录影 然后 这个录影 他的 方式 是用提问的 就是说 他有一个 他是他的学生 他的学生叫 Satoshi Nowe 那 这个学生的话 他弹的也蛮好的 他在 他现在在日本 他已经有年纪了 我想应该现在 大概五十几岁 我以前在纽约 我记得 我有跟他 呃 弹过一两次 呃 就是 在应该是演出 他上来玩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 我帮一个 Vitchy Vitale 一个小号手 他在一个 日本料理餐厅的演出 然后弹 Kibo的是 Akiko Tsuruka Akiko Tsuruka 是一个女生弹 Organ 然后后来他 帮Rudonason 弹Organ 然后 Satoshi Nowe 就 锦上智 这个汉名 汉字叫锦上智 Satoshi 他有 呃 他有上 他就在 上来来我们演出 上来玩 他弹得蛮好的 主要是一个 以Blues为语言为主的 爵士吉他手 然后 这个 Videos 是 等于是他 因为他把 应该是把 君后视为 他的偶像 所以变成是 他用一个学生的身份 做提问 然后他也有一些 跟君后合奏的 录影在里面 然后 这个录影的 应该从 第四十分钟开始 因为是一个章节 一个章节的 有一个章节 就是在讲说 有一个章节 就是在讲说 transcribing 就是在讲 财谱这件事情 呃 就是 呃 Satoshi 他的学生 问君后说 呃 问他说 呃 你有没有财谱啊 你是怎么学习的 那 然后那个 君后 呃 君后他的回答是这样 就是说他 呃 我先讲结论 基本上他没有在财谱 跟 跟很多我认识的人一样 也跟我一样 然后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 有只有 音对音的 note by note 这种学习方式 他有踩过 呃 两 两首 歌 一首是Charlie Christian 一首是Barnie Castle 然后他还有把Charlie Christian 那首歌给弹出来 然后 那讲了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一个是说 一个是说 呃 就是说 呃 我相信他把那两首歌学起来 其实就是听很多遍 然后每个音都记起来 他并不是把它写下来的 然后Satoshi他有问了蛮多问题的 就是说 他有在讲说 像Satoshi的话 他是自己 他是 我猜想 他是应该是有在财谱 而且 因为君后是在偶像 他说他有踩君后 他自己跟君后讲 然后 今后听到他有在笑 应该是蛮爽的 然后 然后 然后他们有讲到说 呃 其实 呃 比如说 他有举到一个例子 就Mike Stern Mike Stern他也是 很爱财谱 哦 然后 然后Satoshi有讲说 哦 有些人他踩是 他是 可能听很多音啊 他就听很多 然后就 用耳朵把它记下来 然后有些是 就是变成 一个音一个音 还要写下来 然后他问君后的想法 等等 那 呃 我会 在留言处 放上这个影片的连结 那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因为大概从40分钟开始 但我觉得整个影片是蛮 蛮好的一个影片 可以 会让人家有很多 启发一些东西 然后君后大概就讲到说 哦 呃 其实 呃 跟我认识 跟我自己也是有点像啊 就是说 他是说 哦 他听一些东西 然后 因为我 他说是一个语言嘛 这个我以前就有讲过 就是说 大家都 很多有名的老师都跟你这样讲 那就 他讲的是语言 我们在学一个语言 绝世约在学一个语言 然后 我们会有一个 呃 好像一个模仿的过程 然后 那到底是 什么样让你会讲这个话 哦 那 什么样会讲这个话 那我猜有些人搞不好小时候会 有些家长会叫你去背那些什么 唐诗三百首 还是三字经 那种就是 你把它想成 那到底是不是才卜 可能是 因为你每个字 每个字都要 在那边无意义的背诵 你知道吗 然后 然后 那有些就是 就是模仿啊 就是你 就是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然后慢慢你会建立起那个语感 就什么东西 代表什么 就我自己 有在之前的影片 讲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因为它真正是一个语言啊 然后 Gimhoes有大概讲到说 哦 他可能听到 哦 不财谱啊 他他不财谱 但是他 我我我会 我没有办法代表说 我不财谱的人 但是 我会觉得说 我们都是在学习这个东西 都是在求这个道嘛 然后 呃 我们 一样都是有一个 诸徒同归的学习方式 那像他说 我们呃 呃 他听的是 整个的呢 比如说 context 就是说 那 比如说你听到一小段句子啊 那个谁弹的 你觉得很棒 然后 你大概知道 他用的是什么和弦 用到什么音 然后你自己可以 你真的听得懂那些东西 你第一个你觉得好听 第二个你觉得 你听得懂 这语会上在 呃 理论 就用到什么和声 用到什么音 是什么意义 那你自己就可以 举一反三了啊 所以 那些东西都是火的 不是哦 你要每个音每个背起来 比如 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 呃 呃 比如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有和弦 有旋律 有top note的东西 就是Dmg7 还有Cmaj7 吼 对不起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今天去看某一本书 吼 然后有写 有写 有比如说有这样句子 或者是你在某一个 什么CD 有听到有人在弹这个句子 那 那你是不是要变成 哦 你要看呢 他用什么音 我觉得这样子学其实蛮不OK的 那我觉得你应该是去 就是 看一下说 哦 这是这个 Dm 我们用到这个音 那我们用的和弦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用同样的和弦 放不同的旋律音上去 比如说 哦 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 对不起 好 之类的 比如说 有很多不同的 这样的东西 你可以去 举一反三嘛 或者是你可以换一个把位 弹同样的句子 之类的 就是说你有很多 之类的 就是说你用同样的节奏的方式 然后换上不同的音啊等等 然后同样的和弦 或者是同样的和弦 加不同的 Tension 比如说Dm7 变成Dm9 之类的 你耳朵听到的东西 你都可以举一反三 举一反三 大概是这样子 那 我觉得这些 你 你一样是做 在做一个模仿的过程 只是说 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其实是生出来 是你自己的东西 因为 谱不是这样写的 你是 你自己耳朵听到的东西 然后 其实是一个 呃 是一个 你自己也会记得 牢牢的在你 身体里面 因为 你不是去记 上 谱上面写的东西 而是 是你自己脑袋伸出来的 你是 已经有办法伸出自己的语言 然后别人可能有一句例句 可是你 现在用你自己的方法表达同样的意思 大概是这样 好 那 呃 这个影片有一点过长了 那我今天是分享到这边 那我会附上这个影片的 呃 你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 看看你们自己有什么想法 那我觉得 呃 希望对你们会有帮助这样子 哦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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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